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我告诉你 你这个儿子 离长大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有一天我要真有个三长两短 你可千万别指望他 我告诉你 他能把他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 呸呸呸呸 你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啊 再说了 儿子他刚刚毕业 你每天急吼吼 急吼吼的 我不知道你在急什么 我急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就急你跟他一样 让我着急 行了行了跟你女人说也没用 睡觉 赶紧去睡觉吧 你呀 就羡慕嫉妒恨吧你 搞不懂 老顽固 够早啊 你不也挺早吗 挺员工啊 我说 之前 韩子墨找你干嘛来了 别提了 我妈把她当成我了 我怕她跟我家惹出麻烦 就把我家该注意的事 跟她说一说 李洛书啊李洛书 这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她冒充你住进了你家 难道她还要冒充你跟李初遥协婚啊 再说了 这只能装一时 我就不信韩子墨她像你这么有毅力 扮演另外一个人一辈子 这 这也是没办法了 什么叫没办法呀 就她那不着调的劲儿 脸下就是讨李初遥的欢心 你一等李初遥改姓了寒了 她还能管李家的事吗 她不至于嘛 有有有有 你还替她说上话 这情敌见面还分外眼红呢 你这不仅不眼红 还冒着亮光呢你还 自己施肥浇水的地 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我 行行行行行 我 我也不说你了 我说过大天去 也就是浪费痛苦心思 还怎么一种地 你大早上来 就为了跟我找普通关系 是不是 你自己的事你解决了吗 我 我什么事 牛思义呗 这你就不用擦心了 反正一举拿下 吹吧 什么叫吹啊 人家现在没准心里 早已被我莫数了呢 走走走走走 脸皮这么厚 吹总 别客气 坐 韩总 您上次提出的价格 我跟董事会商业过 您觉得没问题 看来都是爽快人啊 既然吴总也是爽快人 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 咱们直接谈条件吧 好 您说 好 我的条件很简单 就两个 这第一呢 龙翔会以公司的形式 出资六千万 占股百分之十 这没问题 不需要董事会批准 我个人就可以给您保障 果然是爽快人 那第二呢 我要以个人名义 占股百分之五 个人名义 做生意嘛 我就会挣点钱嘛 方便以后套现 那您这钱 我说了 就六千万 韩总 您这可是 不太符合规定啊 博总 对吧 你是个聪明人 这个规定吧 人定的嘛 可以变通了 这点事 不是事吧 行 莫总 那个 别着急 刚好我接下来 还有一个小会 要跟心意科技 也要讨论一下合作的事 我就不留你了 好不好 这样 您提的两个条件 我全都答应 好 合作一块 合作一块 我当时是真没别的办法了 所以 吴总你就答应了 不答应怎么办 我已经在董事会上夸下海口 这件事情我实在没到 是 韩耀明可真是个老狐狸 占了便宜还卖贵 那我现在有点搞不懂了 他那么着急变现 还有点 想从龙翔脱身的去世 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我书在那儿写什么呢 我书在那儿写什么呢 孩子没学习的事 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初遥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 妈 你没事 阿姨 那个这个按摩仪的操作方式呢 我都写在纸上了 你要看不清 那个我写的字的话 这还有图 我都给您画下来了 这都是啊 还有这个阿姨 这个 这个呢是家里电视机的网络平台 您不是喜欢看老剧吗 对啊 现在好多都不播了 那个在这上面都能看到 这都行啊 对 你看看看看 你这孩子也太贴心了 你让他进来了 他上次来也是好心 再说了 他突然消失咱妈会急心的 该嘱咐的我都嘱咐了 不会出事的 放心吧 阿姨 您先那个什么 看着 我去给您倒个热水 泡泡脚 那可不行了 阿姨 您就别给我客气了 您呢 就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跟初晨初遥一样 您就坐这行了 不是 你这弄得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一句话 уг哪 你不训练 你看这传球 改造的还挺好的 你呀 还跟小时候一样 到处喜欢给自己垒窝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 等等 等等 你到底带我去哪儿啊 带你去个好地方 到你就知道了 你慢点 去哪儿啊 小时候 坐吧 可以啊 洛书 你是怎么找到这好地方吗 我自己转一转又就找到了 这是隐蔽 还幽静 是不是比你们家课挺好多了 可不是吗 那这样 咱们以后就来这儿玩 可以吗 好啊 那这儿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一起分享 嗯 够我意思 你犯规不能那么走啊 你犯规不能那么走啊 来吧 跳棋 来吧 跳棋 谁输了 谁就弹 脑瓜崩 好 我先来 好 你先来 可以 行 不能这样 那把你的也摆回去 你们还怎么在这儿呢 突然我找半天了 几点了还不回家吃饭啊 别玩了 初遥姐都来了 这是谁搭的呀 初遥姐 我书搭的 是我们俩的地盘 很强啊 你有这么大的秘密 都不跟你姐分享分享的 我怕你嘴快 说谁嘴快呢 我是不会跟别人说的 你不是最喜欢海泽玩的卡片吗 那 借你玩 真的啊 还我给你还我 知道了 姐姐 初遥姐 给我们来一盘吧 洛书 那以后我能传来一阵吗 当然可以 要不 我 这个地儿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据点 好不好 但秘密据点总是一个名字吧 也对 叫什么好 就叫 姚晨书 好 就名的好 好 好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姚晨书屋就开张了 会员制 就跟我们三个人分享 好不好 好 可以 可别跟爸妈说 好 成立了 来 还是小说好呀 无忧无虑的 你怎么突然感慨起来 没有啊 黎初遥真是租啊 人家有资本租你有吗 咱就认命吧 捧着他哄着他也没什么不对 既然他今天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派活 那咱们就派活啊 等哪天他忙不过来了 咱们再关心关心啊 替他分担一下 这就行了嘛 喂 妈 怎么了 你说 刚才那是离初遥的声音 他不会都听到了吧 完了 初遥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小彤 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初遥 今晚有事吗 下班去哪吃晚餐呀 我听说楼下新开的家日料 特别好吃啊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一起去嘛 不要把我们当外人呀 我真没把你们当外人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对了 项目需要的资料 尸首付片了一份给你 来来 谢谢啊 我自己付应就行 不用麻烦你的 客气啥 就是就是 我们在卫生间多嘴了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什么呀 你没听见 初遥 初遥 庞总 我在楼下等你半天啊 你哪儿不下来呀 我这不跟同事说两句话吗 你们好 哈总好 总好 你们好 走吧 走吧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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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他真没听见呀 黑路叔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和阿姨 谁呀 阿姨好 我是那个 初晨的同学 我叫丹丹 丹 丹丹 会拉小提琴的那个丹丹 对 来来来 快进来坐 拿东西 别在外边储着 来来来 来 快坐下 对了 冰箱里有你叔叔做的 那个婴儿汤 我去给你拿一碗啊 你们俩小朋友先聊着啊 谢谢阿姨 陪他们聊会儿啊 少说话啊 少说话 知道 来 尝尝你叔叔的手艺 快尝尝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阿姨 这是叔叔做的银耳汤啊 对啊 真好喝 是吧 叔叔做饭应该也很好吃吧 手艺还行 他们几个都喜欢吃 对了 正好 今天晚上留在这儿吃晚饭 我一会儿啊 给你叔叔打个电话 让他多准备几个菜 做给你们吃 好不好 好 那就麻烦阿姨了 我这从国外回来 好久都没吃过家里人做的饭了 是吧 那你看多巧 今天晚上啊 就留在这儿吃晚饭 你看我们初晨 那不太爱说话 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不走了 不走了好 不走了好 那家也是杭州的 在杭州 父母身体还好吧 挺好的 那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他们是做那个消防工作的 我这还没办法呢 这都牵上手了 我儿子开窍了 这姑娘我喜欢 小韩哥好 小韩哥好 那你怎么又要 你感觉 我们俩要做的 真打心了 怎么了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没闹啊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这样来接我 大家都能看见 影响多不好啊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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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就看到了 让大家知道 你是我女朋友 不挺好的吗 怎么就影响不好 这么说吧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时 想到的是我的工作成绩 而不是我只是一个 顶着未来少奶奶 招牌的花瓶啊 我还挺喜欢 你说的 你自己是少奶奶的 爸 子墨 你干吗每次反应都这么大呀 你是要故意 给我划清界限吗 怎么 做我女朋友很丢人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就是希望 你可以在我工作的时候 给我留一点点空间行吗 你还想要多少空间 初遥 我不知道我要给你 多少空间才可以 我在你家我装理罗叔 我为了照顾你妈情绪 这都可以 我为了你我认 我在公司也只不回想保护你 照顾你而已 就算这样你都觉得过分 是 我是觉得过分 你把我们的关系弄得 这么昭告天下 公之于众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 你说什么 黎初遥 我们俩在一起才多久 你就想着要分开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这么不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我 你看看我 我每天在公司楼下守着你 不就是想早点见到你吗 我怕你工作太累 太辛苦 怕你受别人排挤 你呢 你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又做了多少 付出了多少 好 好 你对我做的 我很感谢你 子墨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生活一开始 就是不对等的 我不想说了 我先走了 初遥 您跟着我 你拉我干吗 我跟阿姨聊得好好的 我哪儿说都坏了吗 你自己想一想 不走了好 不走了好 那家也是杭州的 在杭州 父母身体还好吧 挺好的 那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们是做那个消防工作的 好 对不起 不是我说错了 没事 一会儿注意吧 你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啊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扮演初晨的 你胡说错了 你和初晨都是我的同学 当年的事情 我们都很难接受 现在你为了这个家 放弃自己的身份 去扮演另一个人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啊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 小时候我一直觉着自己 就是一个没人疼没人咬的扫把心 初晨是第一个主动接近 关心我的朋友 是这个家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爱 没有这个家也不会有现在的李洛书 这只是我回馈这个家庭的一种方式而已 你这也太辛苦了吧 大多数人的性格七岁就定型了 你这都二十多岁了 怎么可能还变成另外一个人 再说生活习惯和性格也完全改变不了 就算你是为了爱和责任 我觉得也很难维持下去 你最后还是会做回自己的 在这个家庭以外 我就是我自己 今天我要不是亲眼见到 我也很难相信 那你想顾你还要半夜多久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李洛书 你真的只是出于对这个家的爱吗 我爱这个家 我会替初晨守护好这个家的 没想到你们家做饭这么好吃 那个糖醋排骨简直是我吃的最好吃的糖醋排骨 初遥姐 姐 初遥姐 你怎么自己坐在这儿啊 我坐这儿透透气 那洛书 我先走了 你不用送我了 你 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怎么了 洛书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 嗯 是因为工作 那就是和韩子墨吵架了 嗯 韩子墨吧 他最近老来公司接我下班 但他那张扬的个性你也知道的 现在公司的同事全都巴结着我 搞得我都不像一个小助理了 所以我今天一生气 我就跟他说 你现在闹得这么人尽皆知的 万一有一天 分手了怎么办 那还是需要给彼此一定空间吧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呀 好 洛书 你们来了 喂 姐 他在给谁打电话呢 他姐 他家里出事了 感情问题 说了你也不懂 我都不太懂 洛书 没事吧 没事 走吧 感情 好 那个 卫生间在哪儿 竖门左转 走了 谢谢啊 没事 你别看了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了 这是谁跟谁的感情问题啊 不是 那你说的是谁和谁的感情问题啊 好 来 那我们晚上吃饮料啊 好啊 我有事先走吧 我定了三个人的位置呢 正儿 二人世界 谁跟你二人世界呢 说真的呢 大哥哥哥 你一定要帮我 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 不是 说什么呀 不是 司翊 司翊 你这 你去哪儿啊 救命啊 还真有人跟他二人世界呢 我不相信 心甘情愿扮演另一个人 这我信 洛书就是这么善良 可是洛书要是和初遥姐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的话 那在初晨妈妈面前假装亲密就行了 干吗一个电话就把那么重要的会议就 置之不顾啊 为什么呀 你真想知道啊 真的啊 服务员 点菜 来 要一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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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来 你看看你还有吃什么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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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这些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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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子的吃 要看跟谁吃呢 你 我这么问你啊 这韩子墨刚开始追黎初遥的时候 费了那么大的劲 他都没追上 后来怎么就成了呢 为什么呀 肯定是有人帮忙呗 你是说洛书啊 我就直说了吧 这韩子墨一开始的时候找过洛书 让他帮忙追求他姐姐 洛书当时没同意 但是后来呢 何俊的出现 还有工地发生那些事等等吧 发现韩子墨这个人还是 挺爷们的 然后就水到去上了呗 原来是这样 嗨 我以为多大的事呢 就这么点情报 根本就不止我刚才那顿菜 服务员 我刚才点的都不要了啊 对啊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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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差不多还想吃饭呢 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 好吧 放过你了 行了 守候点吧 你说为什么呀 我这才男朋友 我每天接着下班 就是什么不对的吗 为什么总挑我这个理啊 你去接她下班这没问题 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 您是龙翔的少爷 你知不知道别人看见会怎么想 我姐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别人觉得她配得上这份工作 你这么高点 只会让别人忽略到她的努力 我就是想见她 我我根本控制不住我内心这份想见她的那个冲动 那你也得尊重她的想法吧 是是是 我不尊重她 她眼里只有工作 她没有我 可可她没钱的话我可以给她呀 我们韩家又不会亏待她 对不对 行李打住吧 这话千万别让我姐听见 我跟你说啊 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们的时间占比根本就不对弄 我姐每天除了上班 还要回家照顾父母 然后还要跟你谈恋爱 那你呢 你一天天都在干什么呀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太闲了呗 你要是也有工作 也有生活的压力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想了 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 对了 正好有个忙 希望你帮我一下 这是什么样 我怎么帮你 我们公司最近在做产品测评 别看你 对 藤娇 若叔我告诉你啊 做测评的我最专业了 你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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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测评的 你就等着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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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关键时刻呀 还是我最好的 我陪你去 我有话跟你说 快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常大乐喜欢牛思义 听清楚了吗 我是认真的 反正喜欢就是喜欢了呗 也可能 吵架吵出感情来 我一天不跟你斗嘴 我就浑身难受了 还有呢 还有就是你跟张志愿 成天待在一块 看着我就生气了 还有我还想那臭小子 没事就故意接近你 我看着我也生气 这还不是喜欢你啊 就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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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是 有呢 多不是 想想看 有呢 就是 喂 喂 司翊 你 你听我说 我 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吃 没事 那小姑娘长得好看 家里又有钱 去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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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翊 你听我解释啊 我春醉是被人绑架过去的 你也看见了 而且那纯粹就是空门宴啊 再说了 她那小腰的片子 那我们家司翊好看吗 她有司翊跟她胶齿都好看吗 没有啊 而且我跟她吃饭 真的是一点食欲都没有 所以我真的是一口都没吃 就 只跟你吃饭 我才吃得下去 而且都不用吃着光 看就行了 袖子可参嘛 这众生皆苦 我司翊已甜啊 你给我闭嘴啊 我还一口都没吃呢 没吃怎么能行呢 你在哪儿 我不许接你 咱接着这料去 十五分钟后出现在公司楼下 否则后果自负 行行行 等我啊 马上 二人世界咯 您好 这边请 苏妍 上菜吧 好的 我来 还生气呢 你别生气了 之前的事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啊 好了 上次也不全怪你 也是我说话太着急了 以后要是我太忙的话 没有时间陪你 你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啊 你有工作是好事啊 就不用这么闲了 不过你要干什么呀 李洛书找我帮忙呢 我弟找你帮忙 李洛书啊 说到底吧 他还是个孩子 他做开发可以 但是做市场调研 和市场测评就不如我了 不过啊 这小子能找到我做测评 我算他有眼光 所以啊 这个忙我是没办法拒绝的 我呢 就当是练手了 你就吹吧 我弟用找你做测评 我还真没吹 你别不信 这事等成了以后 你就等着夸我吧 行吧 我可懒够要点水壳 服务员 来杯水 苏书 你让韩子墨 去做市场调查了 做这个干什么呀 先不说他会不会帮到吗 这种调查对咱们也毫无意义 主要是为了帮他找点事情做 要不然他每天都缠着我姐 搭着我姐工作 谁不大 好 那坐吧 走啊 哎 真给我累 主要我跟你说啊 在市场调研上 在市场调研上 我见过的气线 高端气线 可比理络书多 这不 关键时刻不还得靠我吗 你知道现在的健身市场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 高端人群 高端人群啊 可是享受过生活 具有不俗眼界和高级趣味的人 他们最注重的就是器械的实用性 还有简约的设计感 你知道他们对什么最感兴趣吗 我知道 我跟你说啊 这事啊 非我不可了 你弟啊 真是找对人了 小的事 人家都看着你 没事 好 若回到哪一天 定格你笑脸 若不知我的心愿 结局如何改变 若我能让时光重演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愿我温柔生命 清除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和所有离别 温柔生命 冲破绝望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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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让我温柔生命 请祝全力书冲破绝望的昨天 要我一起守护 是最大光荣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若我从未触碰 该何去何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